每年3月光复乡泰巴朗的建筍进入产季 光丰农会为了行销推广部落限定的建筍 也会提前规划启动各项产销活动 而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停办了建筍大餐饗宴 而农会总干事张明发今年坚决表示 将会在最高的防疫原则下开轴办理 提升部落的产业经济 迎接3月泰巴朗部落建筍产季 广风地区农会推广部主管人员 一早会同农民上山查看建筍生长情形之外 也正式规划启动今年度建筍相关的产销活动 建筍是我们泰巴朗的一个季节性的重要产业 我想每一年在我们花莲县政府 光复乡公所和我们地方农会的 大家一起努力之下 每一年都把它行销去推广 我想这边谢谢我们的相关单位 这边今年我们预定 因为我们想说疫情期间 我们想把疫情 作为最高的规范的原则条件之下 来办理行销推广活动 在福岛生产之外 农会也和地方公所合作 并感谢县政府各方面的支持 协助推广行销部落季节限定的建筍农产品 尤其备受消费大众欢迎的建筍美食饗宴大餐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坚决表示 今年将以最高防疫准则之下 重新开拓办理 藉此推广行销建筍 也提高部落农民的建筍农产经济收益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理建筍饗宴 今年我们就在防疫条件规范之下 今天我们还是会来办理饗宴活动 建筍饗宴的活动内容里面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采损的体验跟认识 地方的文化的认识等等的活动 除了建筍饗宴 让消费大众吃出部落独特的农产美食 光丰地区农会另外也规划 进军都会市区展示展售 同时透过收购加工机制 来评议建筍价格 并辅导产地部落农民租借帐篷 在产区台九县涉滩展售 农会及早准备 在疫情下 全力促销推广部落的特色农产 记者十一欲栏光复采访报道